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娱乐 自2015年离婚事件之后 陈赫很少分享自己的感情和家庭生活 如今已经和张子萱有了一个女儿的她 偶尔会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女儿的照片 因陈赫自离婚级纷结束之后 就再也没有公开谈过许倩 近日,陈赫在某节目中 首次谈到了前妻许倩的关系 她表示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剑拔弩张 陈赫承认自己犯过错 但否论了两人 曾经有买过水军攻击对方 陈赫称两人还是朋友 正常交流都是OK的 很多事情都过去了 互相都过得很好 而陈赫此次上节目 是希望减少对许倩的伤害 此前,许倩拍摄的广告宣传片中 不乏放下一切释怀过往等词语 陈赫发文写道 只有那些为了利益的人在制造恶意 消费别人的过去并不光彩 被质疑是怼前妻许倩 也有可能是在怼网友 最后许倩亮相天天向上时 并未谈及离婚陈赫的话题 不过她这次的公开亮相 还是被指责炒作消费惩合 为此,徐倩当晚怒发长文 指责被迫当水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时代云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